很高興大家今天來聽我們說 未來綠空鐵道的想像的下一步是什麼東西 那在上一次在二月份的時候 如果有來過的朋友就大概知道說 綠空鐵道有比較初步的一個構想 而當時也還沒有變成市府的政策 當時並沒有被接受 而是我們還在去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也很高興說到現在 市府是接受了這個綠空鐵道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就是促使他們有下一步的一個想像 然後也可以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在這個部分 那大家可能會想 就是如果說大家有朋友問說台中哪裡好玩 可能就會想到說 好像這個地方只能講出什麼 柯國館綠原道或是百貨公司這類的地方 那好像沒有像說台北的什麼大稻城 或是萬華一個比較故事性的東西 而純粹只是一個消費性的 或是一個比較是現代性的 那台中其實有很多的東西也值得我們去介紹 這個城市既熟悉又陌生 我們卻說不出來它是哪裡 就有點像是這個綠川斷斷續續 我們不知道它從哪裡去又往哪裡來 那這個綠峰鐵道一開始是從一個可以看見火車的家 所開始的一連串的行動 一開始只是關注這個鐵路高架 然後什麼鐵路連線的東西慢慢的消失 然後開始期待說是不是有人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那後來好像也沒有人願意做些什麼事情 那就只好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獲得更多人的關注和融解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會去講說 那下一步我們如何讓更多這些關注的朋友 就是或是像在座的大家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可以讓這個力量變得更大 然後讓我們去從過去一個商店告訴我們 這個城市要長什麼樣子 那還是說我們可以 我們想要它可以長什麼樣子 而不是一個我們不想要的樣子 還有不想要的生活 那接下來就交給台中溫食復興組合的蔡承宇 來做我們就是開始今天的講座 好 謝謝 好 今天的話 我今天會帶來一個 超约40頓的一個短講 然後另外一位講座的話是我們加華 加華的話會講另外一個部分 是關於公民參與這個部分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講座其實是 圍繞了說我們市民如何去共主 關於這個城市 就是它會為我們未來這個城市會長什麼樣子 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不知道很多好朋友 有在二月的時候參與過上一場 我們講蜜蜂提到的之後 有來過可以舉一下床嗎 其實還蠻不多的 感覺這邊有床 有沒有覺得這是好事 表示說其實有更多不同的人 我們開始關心這個城市 這個它具有100年歷史的這個老城區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個有100年歷史的老城區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其實剛剛給我聽到蠻多 這個關於日用鐵道 它是一個從生活經驗出發 去發展的一個計畫 那同時也是說 我們在這邊看到我們這個城市 即將有一個因為政策而產生的改變 但這些政策而產生的改變背後 其實我們是對於這個城市 有一個更高的期許和期待 那不知道大家 每個禮拜九折五 不知道大家多久會來一次 那在這麼多 每年大概五十場 或者這個九十星期五 大家會想到 在三十年五十年之後 這個城市 當著這個時刻 當我們坐在這個地方 會產生什麼樣的意義嗎 其實我們在想要運動鐵道的時候 或許是回到歷史的過去裡面 他說這個城市它有一個很長時間的歷史 那這些歷史對於活在城市裡面的我們來說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 城市是很久的 這個街道 它曾經有一百年的歷史 那 是不是 我們的生活 會在某一個時間點裡面 而有所改變 那也許 我們在講運動鐵道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會從一個改變的故事開始展起 那這個故事就是要從經典體 可能會改變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我們鐵路的高架化而講起 但是在鐵路高架化伴隨的 其實可能是某一些聲音的消息 那也許讓大家來看看這個影片 來聽聽這個聲音 好 謝謝 那個 它其實是很 我只是想要讓大家看一下說 就是我們台中鐵路在火車站這一帶 它其實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鐵路其實在目前的狀況下 它已經是高於路面 而且 它其實是有一個特殊的鐵橋的設施 並且火車是行駛在土隊之上 它行駛在國團之上 它形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設施 那這個鐵橋是位於這個民生路 跟這個鐵道的交叉路 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做 我們 台中這邊的在地人會把 在台中路跟民泉路交叉路口的這個 火車的一個 它下面是可以車通行的地方 我們稱它為灰橋尾康 火車路空這樣的一個設施 這是台中在這個地區 多有一個設施 也只大家可能覺得那麼清楚 那樣的設施是來自於何方 這樣子的設施其實是來自於 一百年前 日本人所規劃的公式計畫 日本人在一百年前 他其實規劃了我們台中的舊城區 他們在1895年的時候來到台灣 開始去規劃和整治這個地方 他們是用一個殖民者的想像 來想像 這個地方要如何開發 如何製品 那他在台中這個地方 他選擇了 在我們現今所知道的 火車家裡舊城區 在1899年的時候 他就以其他格式的想像 來規劃了這整個的揭闊 那這樣的揭闊 其實會發現說 在十年之後 我們就看到了這樣子的世界圖 在1899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世界 其實是看到 你看我們現今它這個有水紋 然後有平坦的地面 那我們會看到說 綠川跟鐵道 在那個時候的地圖上 其實都看不到 這一切都是在我們的都市計畫裡面 所看到的這樣子的影子 但都市計畫其實帶來了我們現在的生活 帶來了火車站 帶來了我們捷彎曲子的綠川 我們這個綠川 它其實是被透過一種就是 現在的整治方式變成了現今的模樣 那這樣子的城市規劃到了 我們現在看到了 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就形成了 我們現今所知道的雛形 那這樣的雛形其實說明了 日本人他其實是用一種 現在的設想來看待這個地區 然後人們開始在這個地方生活 我們開始看到了說 其他街道上有很多人的居住 然後同時台中這個城市 它也是因為鐵道而生的一個城市 在1916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車站 並沒有還 並沒有成為就是我們現今的車站 我們現今看到的台中火車站 是在1917年的時候 所蓋成的台中火車站 是第二代的車站 在我們這個1916年的地圖上看到的是停車場 也就是當時只是一個停泡站 為什麼只是一個停泡站呢 因為事實上 我們台灣的鐵路是在1908年的時候 西部縱貫縣才正式通車 台中在當時其實扮演的 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怎麼說是重要的角色呢 台中是縱貫縣通車典禮舉行的地方 我們所知的台中公園 其實就是縱貫縣通車典禮舉行的地方 當時有許多的日本黃清國清 還有一些重要的商人 他們都到那個地方去舉行 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國清清 就是通車典禮 所以大家去休息的一個地方 那縱貫縣通車為什麼在台中 台灣的鐵路在那個時代是由南 由北 由南往北然後由北往來 最後在台中這個地方接軌 這顯示出台中這個地方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那這個地方它其實得天独厚 有很好的氣候 同時又位居這個島嶼的中間 那其實這個地方只要一暢通 那整個島嶼其實可以藉由鐵路的方式去互相貫通 其實我在這邊講鐵路這件事情 跟我們講這個台中的救城區是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特別講鐵路 是因為台中這個地方原來 大家看到這個地圖上其實是什麼都沒有的一個地方 在台中為什麼這個地方 為了因此而非常重要 是因為有鐵路的產生 鐵路對於這個城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命脈 它讓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從鐵路然後延伸出旁邊的都市計畫區 然後它是亞洲的現代 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計畫 但比日本還有其他地方都還要早 它是從無道有建設這樣子的一個舊城區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城區而言 對於這樣一個城區而言 我們現在看到的舊市區其實 看到了就是我們現在的模樣 但我們也都知道說 這個地方它其實是有很多歷史特色的一個舊城區 它有過去的風華 過去的一些美麗的建築物 當我們走在就是從台中有站出發 我們不管是往哪一個方向去 其實都會看到非常多的這種土地和建築物 但這個地方卻恰好是一個 我們所知道被稱為是一個 沒落的中區的一個地方 所謂沒落的地方是指說 這個地方它可能很多這個店家不在這邊太業了 它可能有很多房子閒置了 然後很多的人沒有住在這邊了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把這裡當做一個平常生活的地方 這是一件可惜 但是又沒有辦法去說什麼事情 也知道說政府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從事上方的政策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地方好像一天給一天沒落 然後所以大家開著車就這樣離開了中區 走上台灣大道去往西邊去 整個城市的發展就這樣往西邊走去了 那其實這個地方它還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並沒有被講出來 那也許我們在這邊講這邊的歷史 我們剛剛講到我們也講到鐵路 講到很多講到車站 其實這些東西講到做程區都是在講 為什麼台中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現在的都市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去開始的 那是因為鐵路而開始 那為什麼一百年前有這樣的都市規劃 卻會 然後我們現在為什麼 我們看到台中是長這個樣子 也許就應該要好好來談談我們台中的都市計畫 那也許在談都市計畫 談我們綠工鐵道計畫之前 其實我們想要去談的說 是我們過去這段時間做過的一些事情 或者說從文字審議開始 為什麼會有綠工鐵道計畫 其實應該要從文化資產提報這件事情開始 其實綠工鐵道我們現在看到的 或許是一個1.6公里的綠色廊道 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講一下介紹 但是在這個1.6公里的綠色廊道背後 其實我們講的事情是 我們想要去保留車站附近文化資產 剛剛看到的鐵路車站都市計畫 其實背後所含料的核心 是說我們要把這個城區 它一些過去的一些老建築 過去這些老建築背後的歷史 都可以一併保留下來 尤其以財東車站為主 它有很多的這個文化資產 那這是我們自己繪製的這個小旅行地圖 可能參加過我們 威脅推移組合所帶來的這個小旅行的朋友 可能拿過這樣一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其實講的事情是說 在圍繞了這個鐵道 鐵道這條鐵道沿線 其實有相當多的這樣子的文化歷史的一個遺產 這些遺產它們都建設了不同年代的這個歷史 那我等一下會可能會挑起的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 我們其實想要透過文化資產提高的過程 然後讓這些東西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或古蹟 那技能讓它們保留下來 但是後來發現說 這個單點式的保留其實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們假如說 假臺灣車站附近有日式的宿舍 或者說有倉庫 或者說其他地方有倉庫的建築 它可能被保留下來會被認為說是文字館 那如果是文字館的話 應該說它可能就不會被政府妥善的利用 因為大家可能 譬如說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台中酒廠 那酒廠這樣子的地方 目前被規劃了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可是這樣的地方卻沒有辦法有個好的連結性 其實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那樣的地方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從別的地方來 馬上就可以連結到這個地方 一般的地 不像台北可能有方便的捷運 然後很多的地域建築它可能在同一個區域 那台中這個地方其實 可能缺乏這樣子一種連結的方式 我們就後來思考說鐵道這樣子的元素 在鐵路高架這樣的期間 它是一個好的契機 那既然是好的契機 我們該如何去思考它去改變它 也許後來就有利用鐵道 那關於這個鐵道附近的故事 其實對我們來說相當重要的是 鐵道附近的倉庫和宿舍 倉庫和宿舍的建築對鐵道來說 其實它雖然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相當的重要 它都講述了很多不同的歷史 那這邊要講的是說 像在後站其實目前 大家對於台中熟悉的話 知道說後站有一個新時代公務中心 在現在公務中心的鞋對角 那個路口的鞋對角 其實有一區台東車站附近 僅存的這個日式宿舍 這區的日式宿舍其實是 對於見證台東車站附近的 一個變化來說 有相當重要的歷史 包括說它其實是 在1930年的時候所蓋出來的 這樣子一個日式宿舍 它有日式的這個雨林板 像烏瓦 它其實不僅是在全 其實全台中所僅有 也是在對於整個台灣來說 也是僅存的台鐵的日式宿舍 所以但是這樣子 其實遭到台鐵違法偷拆的情況 那對於這些宿舍來說的話 重要性是說 其實它有很多的故事在這邊發生 因為這已經是台鐵在台中這邊 最後一區僅存的日式宿舍 在台中車站附近的僅存的日式宿舍 它其實見證了一些人的生命故事 包括說這個齊邦元這位文學大師 他其實過去在台鐵這個宿舍這邊 這一區的宿舍附近的另外一區日式宿舍 租過一些時間 他認為說這些日式宿舍 他見證了這個 他在台中 對於他人生來說是一個黃金十年 他其實見證了這位文學大師的一些燦爛的時光 包括說他的先生 包括他的先生是 他的這個盧玉昌 盧玉昌先生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台鐵 現代化基礎的這個奠定者 那他也是住在有相同場域這樣子的日式宿舍裡面 那對於這個區域來說 台鐵現代化其實是由這些宿舍來見證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人才 那所以之所以要保留 並不是因為說他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 而是因為他其實有他的故事 而我們可以藉由這些故事去想像說 這個區域未來的發展有何可能 看我們是要用創新的方式 或者說去活化他的方式 去使用這些日式的宿舍很健全 那也包括說這個 有另外一區在我們台鐵 這個後 就也是在後車站的一區 一區是戰後的宿舍 那這區戰後宿舍他其實講的故事是 我們這個 當時曾經在1960、1970年代的時候 還有地面上最快的列車光華號 但是他的這些維修的機師 他是居住在這樣子的一個台鐵宿舍裡面 這些地方其實我們想要講的事情是說 他其實都有一個很好的更為 很好的一個感受 那這些東西他可能過了一些年代 然後他不再被台鐵所使用 他們曾經都見證了台鐵一段輝煌的歷史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它留下來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最後我們想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們把它這個區域 除了律風鐵道之外的想像 應該是說 我們律風鐵道是在這些鐵道文化資產的想像上去提出來的 在鐵海底附近有這麼多的文化資產 包括台中火車站 包括剛剛講的工華號的維修人員 他居住了這樣子的宿舍 然後包括說這個20號倉庫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鐵道倉庫的活化點 也包括說就是日式宿舍以及前站 新民界有一排的倉庫 他們都見證了不同年代的這個台鐵的歷史 這些東西其實都很 離我們生活有一段距離 但是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那是因為我們不曉得這個地方的歷史 為什麼我們會講台中是一個 會被稱為說是以一些酒店或者說其他的設施而文明的城市 而不是以文化而歷史 因為它是一個很多精神象徵之物的起源 是鐵道連結的這個起源 是這些重要的一些地方的起源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被提及為這樣子的城市 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那這些地方未來可以怎麼樣去規劃和使用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議題 我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台中的鐵道文化園區 那在台中的鐵道文化園區之上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說 我們台中的這個文化資產單位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面臨一些壓力 但是其實我們能夠做的事情不多 所以像是在我們五月的時候 剛好是在五月十六號 那邊我們在台灣火車站前面開了一個記者會 其實大家如果對歷史也稍微熟悉的話 其實會知道說 我們在台中火車站這個地方 然後去講文化資產保存的議題 並不是第一次 在二十年前 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台中火車站也曾經因為 那個時候的省政府的關係 所以要去做完全的拆除 大概在十五年前的時候 二十號倉庫也曾經有過一些 就是是否拆除了一些討論 但它最後被火化為一些倉庫 就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英文展覽空間 以及藝術家自身 那對於我們現在面臨的這樣子的歷史環境 台中火車站的這個 它是危機還是轉機 它活在附近的鐵路高架化 到底帶來這個區域 怎樣的一個未來和想法 那它到底 如果我們看到這樣的堆土地進來 我們的鐵道區域 他們現在已經都已經把下面產物 要改為高架的平地 高架下面的陸基的平地 那對於這些地方來說 我們到底該如何去看這些地方 而且我們要如何從公民的角度 我們要來看說 這個區域 如果這邊開始做了這樣子的鐵路高架開發 它到底對於我們這個城市來說 是讓這個地方的地價上漲 然後去炒作這邊的房價 然後讓很多這種有錢人得利 還是說我們其實可以有更多這種 對城市的思考和想像 其實 綠豐鐵道其實是我們在這些想像之下 去提出了一個不同的 既然不同的一個想法 然後另外是從剛剛講的文化資產保存而來 我們認為說文化資產應該保存 但是如何讓大家重視到這些地方 如何讓這個地方 能夠被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提出 綠豐鐵道的一個想法 是來自這邊的 我們提出的是一個1.6公里的綠色南道 然後同時也是一個1.6公里的這個公共空間 這個公共空間 它是來自說北端市道這個 北端市道這個堂場和堂場 就是北端有一個帝國堂場 是日本時代的堂場 然後南端市道國光路鐵橋前面 這邊總共1.6公里的這樣一個廊道 它其實是串聯了很多不同的這個 火車山附近的地址 它的特點是來自於幾個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這個車山附近 看到的綠豐鐵道 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的這個外觀 它的外觀是說 這個是 它有幾個城市 假如說我們是從就是火車站前面 火車站前面 然後我們就看到 欸 前站有玉川 前站有玉川 然後新車站一出來 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這邊 這邊是第一月台和第二月台 就看到的是綠豐鐵道 然後後站這邊延續 這是新的高架車站 後站出來就是二艘倉庫 還有一些規劃項的提告出錯 就是剛剛講的內區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玉川它是跟就是這個車站 是這樣提醒 但在另外一面的話 其實就會發現說 欸 玉川到這邊 它是經過了 它是跟鐵道就是隨時交叉 然後它就到了後站 它這邊可以 所以這邊高起的國坎 可以供我們保留 然後去規劃為自行車道 還有過一個步行的廊道 這邊其實是另外一個 全市的景觀 你會看到說 欸 這邊有一台的綠帶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建國路 然後這邊是高起的 這個玉峰鐵道的國坎 然後這邊是綠川 其實鐵道綠川 還有騎盤隔世的這個街道 是這個區域的一個特色 然後這些特色其實 它可以被規劃為一個 我們可以去使用的 這樣的市民的空間 剛剛講的1.6公里 1.6公里每一個區域 都會像上面一樣 就是有不同 不只是這兩個城市 還有不同的這個 擺放城市 我們可以 它有水紋 然後有這個 有這個步行的空間 然後它作為運化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步行廊道 然後它同時又具有 歷史的一些像度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這些 倉庫和宿舍 其實在經過規劃之後 它可以成為就很好的 這個不同的節點 那對於 綠空鐵道來說的話 它的重要性 來自於說 就是 它其實是 可以去串聯 鐵道附近 不同的這個節點 不僅是文化資產 同時也是 有一些開發的潛力點 那這些地方都可以被 這條綠色的步行空間 穿接起來 如果我們知道說 草物道 它可能是一條很漂亮的廊道 但是它並不像 這一條鐵道一樣 它具有它的歷史 它具有它 隔天獨厚的一個 文化上的一個特性 那這些東西 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透過 一條鐵道去發揚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計畫 想要達成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則 《太平洋時報》的一個新聞 它其實提到的是說 這邊講的是 運用鐵道它其實帶來 另外一些不同的爭執 這些爭執是說 對於我們這些 可能是不住在這邊 或者說對於這邊 關心的人來說 或者說對於樂見鐵道 有所改變的人來說 就算其實大部分的人 是對於鐵道的活化再生 是有一些期待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在尤其是地方居民 他們是有另外一些 對於鐵道的想像 且不論他們的想像 是來自何方 他們會認為說 鐵道應該拆除 他們認為說 就是這個鐵道本身 它可能阻礙了 鐵路兩側的一個發展 他可能認為 尤其是一些居住在 居住在破火山山的一些居民 他們會覺得說 鐵路 這個鐵路尤其是這個國坎 它其實組得了這兩邊的通行 等等的一些理由 但其實我們想要去講 綠空鐵道的事情是說 我們藉由固寢的一個空間 藉由就是一個公園規劃 它其實可以帶動另外一種發展想像 我們不一定要把什麼東西都拆掉 我們不一定要拆除文化市場 或拆除國坎 那它可以其實帶來另外一種想像 但這種爭執到現在可能都還在持續中 這也是我們推動綠空鐵道昨天計畫以來 去面臨的這樣子的挑戰 他們就 甚至就會直接說就是 呃 他就會覺得說就是 這邊有各種問題 對 那請大家看一看一下 那 再來的話是 有一些不同的事例 他們在講出綠空鐵道的時候 他們會提出別的方法 這些別的方法是說 他們可能會從一些發展的可能性去左眼 所以剛剛提到說綠空鐵道它1.6公里 然後它變成一個很大的公共空間 而且是一個很 聽起來是一個很長桃的公園 那公園對一般建設來說 提升居住品質 也有一些好的外付性 那對他們來說 要就是蓋房地產是一個利多 那他們就會開始把綠空鐵道做一個 就是很好的一個廣告的宣傳標語 那它文房不就成為他們的國標語 那為他們背書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 對於文化資產的想像 反而是與這樣子的想像抵觸的 他們甚至會認為說 就是會想要拆除或等等的 這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如果說 先回來 我談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回到綠空鐵道而言 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綠空鐵道這邊 我們想做的事情 是想要保留文化資產 然後想要讓這個區域的文化歷史被重視和保留下來 同時可以帶來一些新的人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那對於這些不同的事例而言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去做 才能讓這個地方變成一個開發者所寄予的地方 或者說 尤其 或者說就是這些地方的居民 他們就會想盡辦法反對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跟地方對話 或者說 避免讓這樣子的想像變質 那其實需要很多的能力 對 然後這個是 就是今年新聞 在7月的時候 林小龍市長在 在他市政會議上 這個市政會議是直播 現在感覺都滿先進的 就是 直播市政會議上就是宣布說 要 就是 要把綠空鐵道變成一個正式的政策 也是 我們目前 綠空鐵道這個計畫 這個運動推動的一個實際的程度 但是 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 由市府去規劃這樣的運動鐵道 它會成為一個一個一個工程的標案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 每一條的自行車道 每一條的 任何一個這種大型的市政的規劃 它其實都會變成 廠商跟市府之間的關係 它不會變成說是一個 由公民有實質上監督和參與的一個工程 那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讓我們過去的想像 能夠進來 其實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挑戰 所以 接下來的話其實 我想要請就是 呂佳華來分享一些就是 如果 如果說要做公民參與的話 其實 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也許 我等一下接下來的講題 會更著眼於說 大家可以未來在 日空鐵道的著眼計畫裡面 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 佳華可以提供的想像是說 在台灣其他的地方 我們在講公民參與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一些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那到底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怎麼樣去跟政府保持一個怎樣的關係 其實今天來這邊有一點驚訝 就是說 市府的這些採訪人員會來這邊聽我們講這個 然後也要做一些採訪 嗯 必須很誠實的說 作為一個公民團體的成員 然後議題的發行者 我們在談論日空鐵道的時候 我們是從民間的角度來講 我們對於整個舊程序的一個想像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們是提出想像的人 但是最終去操作這件事情的人 應該都是市政府 他們有公路門的資金 然後他們是實際上 政策的執行者 還有規劃者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放一些東西進去 或者說公民到底要怎麼樣放一些想法 進去市府的政策裡面 如何去推動它 其實是一個很不同的想像方式 對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時間給佳華 那佳華是 我們等一下來做一下 我覺得我想也夠好 對 然後佳華對於公民參與的一些事情 他有一些比較專業的想法 他同時目前是 他也是公民參與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然後所以我們長期 我們目前這幾個月以來 其實都在討論說 像我們一般的市民 你如何可以去參與到公共設設裡面 像是剛剛講的日空鐵道 目前給市政府的規劃之後 會變成說 都發局 公式發展 就是都發局 他目前會進行一步又一步的政策 我們這邊公民團體 到底可以來開始來做什麼事情 其實是蠻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就先把時間交給佳華 來講 大家好 我是真好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會盡量讓分享再20分鐘 然後也跟大家說比較抱歉 我今天沒有準備簡報 我是用APA打 那如果大家對我講內容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APA的大綱再分享出去 那我接下來會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想要談的是 同樣在喊市民參與的幾個故事跟案例 那我其實不太想講台中台北新北 這一波在做參與預算或開放政府 我其實想講的是嘉義 新竹 甚至香港 那等一下我再說為什麼 那第二個我會談的是 這一波我們看到 特別是九合一選舉完 三一八一系列運動之後 幾個縣市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他們都在喊公民參與市民參與 但是他到底有哪些問題呢 我們現在已經慢慢看到了 但我要先說明不是不好 我一定是說不是說 現在要馬上否定政府這樣做是不好 可是我們在過程中已經看到了一個問題 恐怕要回注意 那第三個我會提到的是說 的確剛才成語有提到 公民參與他其實還是需要資源 需要技術去設計 但是技術不然重要 但是根本的問題我想 等一下我會再放在第三個部分 那最後再拉回綠空談一下說 那綠空的下一步 如果渴望的不只是當地的居民 所謂的離開關係 包括整個城市的市民參與的話 我們恐怕會面對哪些問題 然後我們可能要開始思考什麼 好 那再次這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先談到幾個案例 那為什麼我先說 為什麼我不想講台北 台中新北的參與式預算 因為我誠實的說這一波 他為什麼會做背後 其實你說沒有政治人物的一些 台面上典型的權力運作問題 他可能想要短期搶第一 然後或者是找他的政治亮點 一定有一定有 但是到底整個系統有沒有動起來 還是說比如在台中 台中的參與式預算是都發局 那其他的局處管他嗎 還是說是斷裂的 區公所會想要參與嗎 還是區公所覺得說 這是都發局的業務 那林佳龍市長喊完之後 他有沒有整體的想像 到底參與式預算 這整個台中的公民參與 扮演的是什麼樣的意義 還是他的想像就是很簡單 我扮演年底前不到扮演 我推中區 再接下來我推三個區 三個行政區 再接下來我就要全市就推動了 可是在那個過程中 人們除了拿到一百萬或幾筆的預算 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之外 我們有沒有回過頭處理 我們到底預算背後要看他資源分配 相對應市政計畫的問題 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這一波在台中我並沒有看到 我並沒有看到 那所以在背後有一個 在革新上的形式操作 可是我不會否認否定他 我只是說 我們必須意識到 在喊這些的同時 這些亮點背後 我們可能要關照的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們要想 這樣一筆錢丟下來了之後 到底最後滿足的是誰 滿足的是誰 那台中台北 新北我先不談 但我不知道 巧巧的在嘉義 在新竹 甚至在香港 他們發生一些故事 我想 藉由這次跟大家說 嗯 我不想在場做有沒有 長期關注 或者參與在社區運照 社區運照 老實說 在這幾年 也走到了一個 用台語說緊繃 緊繃啊 有點瓶緊 謝謝你 社區運照 也走到了一個瓶緊 那嘉義呢 他的中規處 中和計畫處 相當於 比如說像台中的研討會 或是台北研討會 他們去年開始呢 就是會給社區 幾個社區都可以來提案 有四百萬 那通常我們政府的補助 或是標案是怎麼樣 個人或是團隊去申請 然後呢你報告完之後 專家學者問你一些問題 然後你就出去 關請門來說 好我這筆詞要給誰 那有時候可能還是談好的 這個都不要騙人 這個都其實是 那有時候談好的 背後有他的需要 那 但是嘉義他們今年怎麼做呢 嘉義他們今年是 讓所有的社區 都知道有這件事情 然後呢 從八月到九月 他們做什麼 他們來談他們自己的遊戲 規則 什麼意思就是 也一樣有三百五十萬到四百萬 那接下來 要怎麼分配 分配的 大家來提案有沒有大原則 比如說我問一個問題 台中中區的參與式預算 是這個人想要處理齊樓 這個人想要處理怎麼 就處理嗎 可是他有沒有一個整體 到底中區要下一個階段 要變成什麼樣 他有沒有經過這樣子的步驟呢 這個我比較不清楚 但是在嘉義的狀況是 他們花一個月 我們先來聊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程序是什麼 方式是什麼 如果有投票的話 投票的原則是什麼 用比較拔落的話 就是自己的遊戲規則自己定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除了遊戲的規則 我們自己定之外 提案是不是還是錢丟下來 又是回到傳統動員的模式 也就是說 好我是正義里的李幹事 或是我是正義里的里長 把我們的環保志工 全部叫來投票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好像看起來有一個討論 三四個小時的過程 然後就到投票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 雖然我自己做審議民主 但有時候有審議跟投票 不代表民主 所以我等一下會說 為什麼技術很重要 但技術不可以被刑事的操作 那回過頭 在嘉義他們就討論說 接下來的提案在嘉義的社區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要跨區 就是透過計畫去Push他們 Push他們 要開始去看到其他社區的好 我們要怎麼合作 而不是在像傳統 不要說傳統 就是過去一直以來 你在社區 會跟這個社區競爭資源 或者是更辛苦一點的是 這一區的里長 跟這一區的社區發展協會 是不同派系的 那或者是說我這個社區 還有地方組織 甚至有社區大學 都是不同派系的話 他就會競逐資源 但他現在要趕過來思考的是 不是錢丟下來之後 我們搶資源 而是錢下來 我們要去想 我們要去想怎麼使用 怎麼使用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所以在嘉義的一開始操作 他們花了一個多月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賠利 為什麼賠利 因為我覺得人們並不是 根本的排斥專家 跟技術官僚 而是過去台灣 我們常常有什麼專家委員會 專家會議 可是那個專家委員會 或專家會議 或是有時候 都記審議或文資審議 會被認為是黑箱的原因 就是 他不一定能夠透過什麼樣的程序 讓你知道 你可能只看得到決議的會議紀錄 可是你不知道 那個會議的決議 是經過什麼樣的討論過程 什麼樣的判準 所以在嘉義他們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專家進來 甚至他們最後的投票很有趣 他們說我們自己民眾投票 是佔55% 可是還是要專家或是管庫 就是縣府的人也要佔45% 所以你會看到說 其實你透過讓他們去 就是不管是參與市預算 或是任何的市民參與 要的也是說一個審議的技術 跑過場行事 而是真的有一個審慎思辨的過程 而是一個有審慎思辨的過程 好 那這是嘉義 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嘉義他們10月初的時候 做了一整天從早上到下午 16個提案的審議 我知道的是台莊好像是10月24號 一個下午四個小時 就是一個個案的審議 那他們是16個個案 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 討論完之後 其實很多人是很難過的 而且那次讓我學習到 可能台中的參與市預算的居民大會 如果要大合照的話 不要太擺目 要一開始就拍 不要投完票再拍 為什麼 因為投完票之後呢 很多人是很失落 因為它是很直接的預算 幾十萬到上百萬都有可能 就可能一百萬 那我要講回來的說 它最後還是會面臨到分配 可是有趣的是幾個社區 過了幾天之後 會開始跟我講說 雖然很難過 可是在那個過程他也發現 我想這可能包括綠空 就是即便我們做的事情 很有正當性 是真的有公共利益 可是我們也要去學習 跟我們不同立場的人去做溝通對話 不然我不會有辦法推進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其實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大家學習到很多 而且不是只有台中 未來我會認為 當公部門說我們要有市民參與的時候 最後如果是因為我們民眾自己投票 然後最後只有高票的人選中的時候 不能就自己就結束 因為在嘉義的個案 其實我後來的反省是 有很多的提案 並不是那個人可能有 他的口才沒有那麼好 或是他的文字計畫書寫的沒有那麼好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是那個他要提案 背後要處理的問題 已經不是他一個人 一個社區可以處理的 已經是整個政府治理結構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大家可不可以清楚 也就是說當市府講出市民參與的時候 並不是說我用一個委託計畫 我給了一筆錢 不管是不是參與是預算 我這樣包出去了 然後好像看起來 大家有一兩百個人在這個場 這個就叫公民參與 並不是 而且也不能迴避說 好這個決定是你們做的 你們投票 我們應該要搶的是 每一個提案之所以被選中 或者是說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被執行 到底遇到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那簡而言之 再加以我看到的是 整個過程的遊戲規則 整個過程的遊戲規則 還有怎麼進行 還有我們到底怎麼理解 公部門的公民參與計畫之後 我們就是去講講話投票就結束嗎 我想一定不是 那下一步一定還是要回到實際的政策 那另外我覺得參與者也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好的想法 有好的概念 有時候可能還比這個社會 或環境走得更前面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溝通 這是在嘉義我看到 那在新竹發生什麼故事呢 有一條很長的公路叫台山線 他從新竹其實一路到嘉義 那他在新竹貫穿了七八個鄉鎮 但是發生什麼事 某一個顏色的總統候選人說他丟四五百億 下去做一個浪漫大道 那當他講出來的時候呢 縣政府就說他有幾百萬幾百億 他光是規劃案喔 就是找人做抽象的規劃案 就發包了五百萬 就用一個規劃計畫五百萬 然後說我要弄一個茶莊大道 可以理解一下嗎 那在地的鄉親啊 就很緊張啊 阿賀他是想要再把台三線擴框嗎 還是他要再蓋很多文字館 還是他到底要做什麼 就是你很難 就是過去我們那個時代好像 過去的時代好像聽到政治 然後要撒錢 大家有資源了 很開心拍拍手 可是現在不是了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 知道住在台三線的人們 遇到的是什麼 是週末假日重機咻咻咻 或是某種時間殺死車 或者是台三線變得 快速到路之後 大家只是要經過那邊去六湖村 有人會留下來在橫山 在關西好好的看一看嗎 好不一定 所以新竹發生什麼事呢 新竹就有一群從台北回去 在做社照 在社照中心工作的年輕人就說 好 那我們 來開會 可是他們這個會 並不是一次性的 並不是說我今天某一天 約在那邊一個下午或一天 好 做成決議 叫政府買單 就這樣 不是 或是政府的預算你怎麼乾淨 不是 他們在八月的時候 把台三線幾個鄉鎮喔 好 我必須說 好像 離開了天龍國 再遠一點桃園 會來的 相信大概三十到四十的幾隻 大概都是 四十再多一點 大概都是五六七八十 五六七八十 好啊 他們來什麼呢 他們先來開一個 類似具備會議 就是說 我們先盤點一下 我們現在的狀況 然後像他們昨天今天 就開始在每一個鎮 今天在關西鎮 關西鎮 下個月 下個禮拜要在橫山鎮 討論他們每一個鎮的想法 那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 是 今天 不管2016誰選上 誰要把資源丟下來 欸 你可不可以不要就是 你自己的 不管你慣用的幕僚 或者是 只是又一味的 只有拿過往 學者研究的計畫 或者是行政機關 給了計畫書 你就這樣子 錢花下去 你可不可以要花錢之前 先跟民眾 好 如果我們真的有一些共識 因為坦白說 民眾也不一定有共識 舉例而言 在新竹有一個討論就是 他們抬三線不要再闊 只要既有的大眾運輸 可是就有人說 那我們是要增加小巴 還是要腳踏車 還是也來蓋輕軌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 即便大的願景沒有問題 可是 具體的操作計畫是什麼 還是意見分歧 所以他們必須討論 所以我在新竹看到的是說 人們透過討論不是一次性的 他是長期的 然後長期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你跟政治 政治社會 也就是不管是行政機關 或政治人物對話的時候 內部有沒有共識 像我其實很好奇 現在中區有所謂的 一樣的共識嗎 不要說中區住的人們 中區有這麼多團體 好辦 文史附星 大統國廠那邊 還有建國市場 等 還有那個 綠川整治這個團隊 對 綠川工房等等 大家對中區 到底要怎麼樣的想法 是一樣的嗎 還是說沒關係 我們各有範疇界定 你坐你那邊 我坐我這一邊 這樣就好 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提出說 以新竹而言 他們的一邊的想像是 我們內部自己民間的共識有沒有 另外一個是 我們當公部門要開始 誇資源的時候 我們特別改變那個模式 像他們其中 今天我看關係的五個願景 第五名 就是要形成他們民間 固定的公民參與的神秘機制 然後他們甚至在思考 要不要跟政公所的代表會 或是縣議會 是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在新竹我看到的是這個 那香港是什麼 香港更有趣囉 香港他們也是 我們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 跟香港的很不一樣 誰好誰不好 我們都可以各自評斷 我們同樣是在去年 經歷了一個大型的抗爭運動 我們叫做 三一八一系列 或者你要叫太陽花 他們叫做 雨傘革命雨傘運動 那我們結束之後 一堆民間團體 去講所謂的新政治 然後組了幾個政黨 要跳進去選舉 或是MGO要回到每四年一次 選前半年一年 政治人物承諾 政治人物買單 但香港在做什麼 香港他們現在 後續反省他們要走兩個路線 他們的民間社會要走兩個路線 一個叫大的民主 一個叫小的民主 大的民主是什麼 是他們今年十一月也有區議員 其實像類似我們的議會 可是 其實像里長 就是說像一點里長要做事 一個是去選舉 所以大的 但他們小的不是什麼 他們小的覺得要落區 落區的意思是要進入社區 而他們認為不能 像台灣可能 在每四年前就會跑到大的去 小的喔 在台灣呢 做社會運動的跟社造的 可能很難是同一批人 可是你在香港做大普運動的 做什麼 觀塘關注組 他們什麼叫關注組 就是比如說一個地方 要被路跟重建 那他們那邊的民眾 MGO就會組織起來 叫成立一個關注組 或是那一區叫 比如說H5區 就H5區關注組 他們是把這兩塊結合起來 也就是說 對他們來講 選舉路線是固然重要 可是選舉路線 並不是只是去選舉 而是說 我們甚至要很清楚 去做社區的組織 做社區的組織 那我最後把這三個拉回來 你會看到說 他們要做的事情 是想要 需要緩慢的 但是這個慢不是為慢而慢 是需要行 不是那種形式 而是要細膩的磨出東西 它需要時間 那你們可以回過來看 不管是抬妝也好 或者是 現在幾個縣市在韓的 或者回到綠空 如果他未來有所謂的 參與式規劃等等 他是不是半年一年 就要解決的表案 我不知道 這是我該問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如果大家 對於綠空 是有期待的想法 那我覺得很誠實的說 我們過去說 我們不要什麼 比較簡單 大家說我們要什麼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是需要時間的 也就是說 未來的市民參與 不管是參與是預算 或是綠空 我覺得第一步 大家是要先有 爭取到足夠的時間 如果還是那種 委託計畫架構式的話 半年一年 大概也都只有公共能長期配合的 顧問公司 或者是說 他有辦法直接不要透過這種方式 跟公共能對話 那我這邊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在講公民參與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以前要處理很多事情 是不是對單一的政治人物 比如說我找林佳龍 比如說我找什麼局處首長 或是我找田丘警委員找誰 可是我們在講公民參與 所以不是這樣 不是你在找單一的政治人物 而是民眾可不可以先組織起來 然後對整個政治系統 不然其實那樣的技能 我是還是在複製中 可以想 即便我的東西是公共的 即便我的東西是好的 可是你只要透過這樣的程序 就會有意見跟你不一樣的人 指引你說這樣好嗎 好 那這是前面三個案例 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講的要慢要細膩 它是ungoing持續的 而且恐怕你的目標也要釐清 你的抽檢範圍是什麼 我覺得下一步 綠空或許也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如果說市政府 他真的不一定能夠保留 我們希望保留的所有文石古蹟 那我們同意嗎 還是說經過什麼樣的溝通程序 我們是同意的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那個就不一樣囉 因為或許 關係鐵道的文石組合裡面的朋友 有的就是希望很完整的保留 那或許民間就要先討論 而且大家恐怕也不能忘記 在行政程序裡面 他有既有他的文資的這條線 有都城的等等 我不確定要不要做緩評 應該 我不曉得吧 就是說他就有那麼多條線 所以其實公民參與 我也必須說回到台灣現在的脈絡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其實要同時處理的是 做政治人物的這一塊 還有既有行政體系的參與程序 還有我們民間自己 就這樣當然三等於有聽到 還是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見 好 但是我要說喔 不要排斥政治跟選舉 只是說在那個過程中 遊戲規則怎麼樣 讓民間多一點參與 那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這一波的高明開 我剛才其實有帶到幾個 就是 現在還是比較趕 比較急 然後多數呢就是 政府委託的計畫或標案 可是我必須說 這個背後就挑戰 我們每個人的政治想像喔 我們對政治想像 對社區脈絡到底你不理解 還有 我覺得大家要清楚一件事情 不同的位置 他對公民參與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可能對公部門而言 他們的公民參與的想像是諮詢 可是民間我也必須說 做社區營造 做社區小確信時呢 跟做社會運動 他有很強的fighting 要倡議某些事情的 他們面對跟公部門的關係 就很不一樣 所以恐怕也要談戀一下 現在綠豐鐵道關係的團體或人們 現在的狀態是不一樣 那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很注意的是 在現在的社會 你不可能不跟公部門 有某種的關係跟互動 可是那怎麼拿捏 尤其你怎麼看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 比如說他們橫向溝通的狀況 比如說他們既有行政機制的限制 還有大老闆是不是願意政治承擔 還是他是看風向球的人 那這不是我可以講的 而是各位要去想的 那我也必須說 大家不要把矛頭指向行政系統 坦白說行政系統 他們也被他們行政程序 會計制度等等保住 好 那 還有一點喔 我覺得也是要提醒的 這一波談公民參與 有一件事情都沒有處理得很清楚 利害關係人跟公民參與 廣泛不特定公眾是不一樣的 這也回過頭 我們要想一件事情 我們覺得綠空是中區東區的議題 鐵道沿線的人的議題 還是是全台中市民的議題 那你再想像他的技術操作等等 就會很不同 那 回過頭第三點就是 公民參與的技術不然受到 可是根本問題是 大家還是要想像你的目標 還有你的背向時間 還有 大家有沒有支持性 前陣子社區設計這本書 還蠻popular 然後大家看到都很羨慕 可是我覺得裡面太多的點 是我們去思考說 在我們的計畫設計裡面 我們真的可以像裡面很多的案例是 我們會回到孩子的身上嗎 還是永遠都要回去看 戰士人物跟他八個博弈的那一塊 可是我如果有看過社區設計的朋友 大家就知道 他裡面好多篇好多篇的 Panel在講的是 他怎麼回到從小孩子 因為這個空間未來是這群人 然後甚至他會找外地的人 跟在裡面的人做對話 因為好多可能很美好的東西 是在地人太熟悉 習慣以至於忽略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公民參與 首先真的拉回來 回到綠空 我剛才講了嘉義新竹 香港的案例 然後再講現在遇到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技術不然重要 可是目標很重要的點之後 回到綠空 我覺得恐怕 大家應該現在會有一個 聽完蔡承宇他們講 綠空走完一個階段是 他有讓這樣子的名字 從市政府或是政治人物的嘴唇出來 可是下一步要處理的就是 為什麼市民參與重要事 政治人物跟這個市府想的綠空規劃 跟民間想的一樣嗎 其實政府還說這個沒有不好 但是同樣的 他擁有權勢權 話語權的空間也會增加 比如說像剛才蔡承宇有一張報紙 我就很報紙 那個是市政府刊登的嗎 自由施放 自由施放 可是那其實是文實組合 那個是自由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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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就很奇怪 怎麼會跑到那邊去 所以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好像這個政府 有所謂的公民參與機制的同時 我覺得是好的 不是馬上就批判 而是你要看到問題 然後民間更要去思考說 我對綠空下一個階段的想像 跟市府一樣嗎 那如果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的話 那你的公民參與的意義 可能恐怕這個階段 就必須要去明清這一塊 以及開始去思考 我們下一步是什麼 比如說綠空的下一個階段 大家care的是 跟公部門跟民間的關係嗎 還是大家care的是 大家care的是 不是公部門跟民間 而是care它有沒有辦法 盡可能保留所有的東西 我們必須說 兩種是很不同的approach 兩種不同的approach 我們去想 那個公民參與的制度設計 就會很不一樣 如果我說它的重點 不只是 不是我以前去保留的話 那我想 那未來的公民參與 其實很多 我們是要去開始想 我們到底要在綠空底下做什麼 然後我們要準確去形塑 我們跟公部門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跟公部門 是一個什麼樣的對話方式 但我必須說 這也是跟公部門在一起學習 那我也要跟大家說 公民參與的第一步是什麼 是開放案 政府資訊公開的開放資料 也就是到底市府接下來 對那一區還有哪些規劃案 是不是只有少數人知道 大家是不是知道 然後再來是 如果落到民間 大家不要覺得 大家不要覺得說 公民參與 一定要很嚴肅 做夢自行 然後跟專家學者 有時候可能是你透過導覽 然後你有一些感想 然後 我也必須說那個感想 在民間 我們多數時候 是用說故事跟經驗的方式 那我們到時候 遇到一個比較大的挑戰是 民間的公民參與 他的言說方式的內容 你怎麼跟公部門他們做公共政策 施政計畫這邊 兩邊去串起來 但我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大家不要覺得很困難 因為這個事情的問題 根本不是抛給參與者 而是剛才我聽到格普克他有說 他一開始看到鐵道的時候 是期待有一些人或某人去處理 可是他後來發現 好像你沒有辦法去期待誰 而是自己跳下來 所以我會認為說 要跳下來的人啊 你還是要很實際的分 我們讓更多人參與 可是我們要設計很簡單 或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連大風吹都可以作為討論的方式 大風吹不是只是叫你做團體動能而已 他也可以是討論的方式 甚至討論不一定要排排坐 他甚至可以跑來跑去 那我們有沒有想過說 未來要做公民參與 有沒有 我們自己有沒有做培例 有沒有知道怎麼做主持討論 設計的主持人 然後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最重要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是時間 如果說接下來 綠空整個參與室的規劃 他只有半年一年的話 那我剛才在講的很多事情 可能都不是有辦法 有時間空間力達到的 那第二個還有什麼 第二個是 我希望大家對那個公民參與的想像 你們可以更有 更有把尺度拉大的可能 也不是只是說 我希望他長成什麼樣 那個討論包括綠空之後好的話 那個空間 他的管理 還有他的運作 是不公過門嗎 還是又變成標案委託的計畫 還是民間可以用什麼樣的參與方式 所以我剛才在講的是 公民參與因為你的路線不一樣 他的設計就會不同 可是他的設計不同的同時 其實不要讓參與者覺得很困難 他可以用說故事 用導覽 然後用任何團體動力行動的方式 甚至平貼拼圖 他都可以跳舞甚至都可以討論 演戲都可以來討論 他的方式很多種 可是還是要有人 要有一組人 所以很希望大家要參與 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做得完 要有很多的 比如跳下來的志工做主持 做資料的收集 因為當你把大量的意見收集回來之後 你要做的是這些資料 這些想法的分析 你的公民參與才有辦法聚集起來 然後走下一步 請 整個來說我可能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透過嘉義 新竹香港 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那個公民參與的想像 不是只是政府說一個機制 但政府願意說 我們還是初步是肯定的 可是你要有更多 遊戲規則的想像 你要有更多拉開時程 不是只是一次 甚至民間要組織起來 然後不要排斥跟政治力 只是要去思考我們跟政治力的關係 那回到綠空 我覺得恐怕光是 有沒有所謂民間的底線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有一些東西 沒有被保留下來 還是我們要爭取的是什麼 在那個不同的基礎上 公民參與的設計不一樣 還有我們對綠空這個議題的想像 是全市的 還是只是這一區 那我們要找的對象來參與的人 也會不一樣 那再來是有這麼多條線 有公部門的行政系統的線 要去處理會議 有政治人物 還有民間的共識要鄰居 那這麼多都是可能公民參與 跟厲害關係人要進場的空間 那我們怎麼選擇 然後最後一點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所謂的公民參與 真的不是去談說 我們現在 你只要設計成什麼樣子就好 還包括他設計完之後 他未來持續的運作 我們有沒有想要跳進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很 很詳細的講 那個facilitator 就是主持 或者是那個會議 有沒有什麼很活潑進行的可能 我可以跟大家講 那個方式有上百種 有上百種 那現在只是說 技術的本身不是問題 而是我剛才拋出來 如果你要做公民參與 恐怕要先想清楚的這個問題 那我先講到這邊好了 好 謝謝佳華 就是 剛剛佳華其實講的當然非常多 就是 只好在台灣不同地區公民參與的案例 但其實 我要想要講的是說 作為台中的公民團體 我們想要去提出說 玉紅鐵道這個東西 既然是從民間提出 那是不是後面的這些步驟 都可以由民間 然後來有一個比較高的參與程度 它僅僅是一個工程 僅僅是一個 政府發放出去的一個案子 所以其實這次想要請佳華來講的是說 如果說公民 如果這條鐵道有一個規劃設計的方式 或者說它如何可以被使用 其實都可以交由就是 或者說這樣民間有一個更積極的角色在裡面的話 那其實可以怎麼去反省那些經驗是什麼 我想佳華講的非常的深入 也有蠻多的經驗分享 那現在的話其實 剛剛其實佳華還提到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尤其對於我們來說 那就是其實我們時間是沒有這麼多的 就是我們不知道大家對於未來想要來參與 就是在玉紅鐵道這樣子的構想裡面 有一個怎樣的想法 因為玉紅鐵道不僅僅是我們提出來 我們提的是一個大的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作為 未來想要在台中生活 想要在這裏程區生活的人 那這樣子的想像其實永遠還不夠 所以說那個好像還是一個故事 計畫前面的東西 那怎麼樣跟我們彼此都能夠產生連結 其實需要一些工夫和想像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發現說其實時間沒有很多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事情 讓政府知道說 我們這邊想要做這些事情的時間 並沒有很多 那我們就繼續來講這個部分 那其實接下來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就能去這邊的故事 我覺得是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就是一起來參與是說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機會 來想像我們有一些團體的行動 像剛剛提到了一些 加爾剛其實蠻著重說 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能跟一些不同的人來做討論 那怎麼樣要討論 這些對於玉紅鐵道本身的討論 變成一個更具體的東西 其實我們這邊有兩種方式 可以讓大家來參與這樣子 那第一種方式是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 綠紅鐵道只有這樣的構想 那請客戶客來發一下那個電調子 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話其實想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有一個綠紅鐵道只有這樣的構想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導覽 就是說剛剛提到說導覽 它其實也可以促成一個好調 其實我們過去綠紅鐵道 在配綠紅鐵道計畫的時候 為了要怎麼樣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地方就能具有很多的 這個不同的文化和歷史想像 其實是想說 就是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很多東西 沒有被大家看到 我們想要藉由導覽讓大家看到 但藉由導覽之後 大家有一個想像 如果說大家未來有興趣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從就是 帶導覽來培訓導覽開始 就是說 大家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導覽 或者說自己就變成一個導覽人 那當然說還有其他的 像說我們要調一些仿調 怎麼說是仿調呢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的話是 我們想要跟這個舊塵區的一些居民 有一些更緊密的人 但其實發現說 好像不太知道他們怎麼想 那些跟我們對於這個區域發展的想像不一樣 後戰居民想說 鐵道要拆除貨的話 是不想要去保留 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們想要跟他們 變成比較緊密的關係 或變成朋友 那是不是可以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讓大家來討論 那要做從個陌生的人 然後到坐下來討論 或者說大家可能沒有討論的習慣 然後出現討論的習慣 那其實需要一些時間 也許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可以讓大家就是經由一個認識的過程 經由一個綁掉 知道他們的想法 然後可以坐下來討論 那再來是說 剛剛講到工作方 工作方就是可以坐下來討論 像我們基底二月的時候 或是軍組合 就跟中間站在基地合作 來辦了一個就是鐵道軸線的工作方 那個討論裡面其實是跟大家說明 這個東西其實可以有各種願景 那在那個五間的工作方裡面 其實就有各種願景 但是對於不同的人來說 我們也不是要 並不一定要這麼長的工作方 譬如說我們這邊 這麼一個公共空間 到底有怎樣的想像 譬如說像 不知道大家常常常去炒溫道 其實炒溫道那邊 這樣一條公園他們都有很多這個 很多的這個士主帶著毛小孩來這邊 就是遛貓遛狗 那這樣的活動 但對於一個 在救世區最大的公共空間來說 這個空間要怎麼樣友善於貓狗 友善於這些帶著寵物來的這些人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可以放在堆化設計裡面 那還有像是說 有一些像是通用設計的概念 要怎麼樣被放進來 其實那不是專家學者說的算是 的一件事情 而是說 是不是大家可以藉由一個討論的方式 讓大家的想像 都可以回覆進來 我覺得 呃 工作方其實是想要去達成這些事情 尤其不同的這個群體的人 我們設定不同的組織 然後來 呃 讓大家的一些 對於這個避風鐵道 它長什麼樣子的想法 可以進來 那剛剛佳華也有講到說 欸 這個 這個避風鐵道蓋好之後 那他如何去移立和管理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那這個 這個公共空間 是不是可以讓 納入眾多市民管理這個環境 而不是說 我們把這個問題要包出去 那 然後就變成 它面臨一個商業領域的空間 或怎麼樣 是不是 也可以有一些市民去發起這個 一些 舊城的一些特色活動 可以在上面去辦 那變成一個地區的特色 這就不僅是說 呃 它有一個公共空間 它也可以變成大家 想像與回憶 所 呃 所依歸的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我覺得 在這邊辦一些 有去有 像 呃 像我們某指冰組合 這一兩年跟 好辦這邊 合辦這個 濾川市集的活動 它其實 就是在打造這樣一個 舊的 舊的 一個地區的 舊城區的一個特色活動 那這樣的特色活動 是不是可以跟一個 最大的公共空間 做結合 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被討論的疫情 我想這個東西都是 呃 我們這邊去列舉 做一個主題 那當然是說 社區的參與其實是很重要 那怎麼樣讓 欸這些地方的社區 因為他可以跟這個鐵道有更多的互動 他必然是 這個區域 呃最大 最多的這個參與者 他平常就坐在鐵道旁邊 那怎麼樣讓他們 有更多的這個想法 那其實 我們需要很多朋友 一起來幫忙我們 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因為 畢竟文子復興組合是 呃 一些 我們關心鐵道 關心舊人去發展一些朋友 我想 不只是這些人 對這個地方有想像 其實每一個人 對於這個 台中 呃 被稱為是台中的起源 這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都可以有這樣子的想像 那對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一些就是 你想要說的話 或者說 你想要參與的話 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和連絡方式寫在手上的片條紙上 那對 我們可以 就是也許我們可以有一個時間 然後大家可以坐下來聊聊說 欸我們下一步可以一起來做什麼事情 對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的話是說 呃 這邊有講到說就是我們有一些參與室設計 規劃的一些工作方 還有一些可以跟在地做對話的 反正做仿調 然後做導覽 然後說 我們可以去行銷 用鐵道從一個民間的方式 我們怎麼說 剛剛其實講了很多 舊成區 它是一個具有怎樣歷史的一個地方 那具有這樣歷史和文化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不讓它 呃 呃 淹沒 然後不為大眾所知 其實需要一些方法 如果我們 呃 大家對於這個地方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熱情的話 其實可以來幫忙做這些事情 對 就是來呃 去呃 用一個比較 有趣的方式 譬如說你可以用 呃 募資計畫 或者說用 呃 媒體 一些新媒體的方式 拍一些影片 或者說怎麼樣的方式 來形象他們 我覺得這個程序 其實很值得大家注意 那另外一個方式 其實是 呃 關於就是 舊成的行動方案 其實這個舊成區 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那這些舊成不同的議題 像是說就是 中間單基地關心的是 就是老屋的議題 這邊它有一群行動者 然後另外也有 像好辦這邊的行動者 關注的是 新年創業的一個議題 然後再來是有 綠川工房的關係 綠川工房的議題 不是綠川的議題這樣子 然後 建國路224號 關心的是建國市場翻遷的 這樣的議題 那還有就是像 大陸兩華人 他們是 著重的就是在西區那邊 然後有一個這樣子的 社區基地 然後想要去關心 在地社區的議題 等等的 像還有它 城市發展廳調廠 很關心的是 這個 城市 這些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的問題 像整種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說 在舊成區其實有非常多的議題 那等著大家來關心 或你可以透過參加這些團體 或者說就是 你在這邊創業 你在這邊生活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邀請大家來 就成區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 跟其他台中的這個 新規劃的程序很不一樣的 具有歷史文理的地方 它有很多這種程式議題 就是大家來關心 所以其實提供的大家 是這兩種的一個方式 然後可以讓大家 在未來可以就是 持續參加這些不同的議題 那再來是 在這邊我要就是 簡單下一個結語 這樣子 那其實 談論旅風鐵道這件事情 其實 對於我們這個城市來說 它別具意義 為什麼是選擇 台中這個地方 當時的日本人 他規劃這個鐵道 這個地方得天獨厚 它其實有一個天氣 然後適當的位置 它位於台灣的中央 然後它又具有它獨到的位置 那這樣的地方 它其實 它過去的機會 來自於鐵道 但它在過去 某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知道 舊城區沒落了 它舊城區變成了一個 大家急著離開 並不會因此而停下來的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的機會 卻又因為鐵道而產生了 因為鐵道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想像 舊城區可以有怎樣的風景 怎樣的樣貌 但是我們對於用鐵道來想像說 這個城市可以如何變化 如何進步 如何去有一個好的發展 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台灣的專利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包括說這個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紐約的highlight 還有很多韓國 日本 然後等等 英國等等的地方 其實大家都在思考 如何藉由高架橋 藉由這個鐵道 不使用的鐵道設施 來想像都市的未來 那對於台中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鐵道的再生計畫 其實也是跟世界朝有在做對話 或者換一個方式講 台中的綠工鐵道 其實換一個角度講 是讓台灣可以跌上世界舞台的一個方式 我在這邊想要說的是 這邊我們為什麼要留下 其實為什麼要留下文化資產 其實我剛剛在演講裡面也反覆去提到 文化資產是這條綠工鐵道的一個最大的亮點 它也是這條綠工鐵道的情願 那其實我們在 也許大家未來可以花一些時間 來了解這個城區 也知道說綠工鐵道這個計畫 它其實在想像的是怎樣一個都市的榮景 那也許我們從這邊可以產生一個 國際的連結 讓台灣或說台中這個城市可以跃上世界舞台 那我們知道怎麼樣參與其中 其實就是剛剛分享的這些 那台中這樣子一個起源於精神的互相 對於說台灣 對於說台灣來講 它其實也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 台中它其實是各種精神上起源的地方 這種第一個鐵道 就是這個縱貫線公車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第一個這個現代化的都市計畫 然後 擁有種種的歷史和軌跡 也是許多人混添風景的故鄉 那我們其實現在在藉由律工鐵道 從達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特殊的亮點 對 然後我覺得 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力氣 我覺得我們在未來 其實應該要來想想看 如果我們要繼續回來台中 在這個城市生活 我們可以來做些什麼事情 好 那接下來 我就講到這邊